说到弹龟,很多龟友是又爱又恨的 爱他们天仙丽质,其实耐操 恨他们炒作如虎,高不可摊 今天我就把市面上能看到的弹龟价格都罗列出来 大家自己掂量一下,是否还hold得住 反正我是撑不住了 那可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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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我一百 温馨骑士,以下所有的龟类为龟鸟通货零售奖 龟长瞬息万变,仅供参考 点赞,关注,再转发,养龟胜利,很健康 我把弹龟的价格分为四个层级 土豪级,炒作级,玩家级和清明级 我们先从高端的开始讲吧 平备射箱龟20万左右 金比瓦拉塔尼龟18万 佛罗里达尼龟8000到3万 科拉尼龟7000到12000 以上这四种龟被誉为土豪四天王 个人觉得一般会收这四种龟的也不太可能是玩家了 都是投资客 所以也就不多说啥了 主要是我这种开马自达的 也看不懂劳斯莱斯到底好在哪 也许这就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吧 除了以上四大土豪龟 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层级 炒作级 这个层级的龟苗价格都在1000到5000之间 说实在,这个层级应该是炒作的重载区 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以前都是三位数的龟 现在嘛,炒作级 老板巨头3000家 萨尔文2800家 窄桥2400家 虎文社香1800家 班文尼龟1800家 东方尼龟1800家 黄泽尼龟1500家 新版巨头1500家 哈雷拉尼龟1100家 小种红面1000家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层级的龟类应该是自2020年开始就一直在涨的 其中除了窄桥有过小幅的降价 大概在22年年末,窄桥从4000家降到了1800家 不过后来啊,资本又把它撑起来了一些 小种红面也从1500家降了一些 不过就目前的行情来看,依然很贵 要知道啊,像新版巨头在20年以前都是三位数的 大概在五六百的样子 现在呢,1500多啊 而老板巨头更是被炒上了天 看得让人直哆嗦 这个层级的蛋龟说真的,长得太夸张了 真不是一个普通养龟人可以承受的期待 那么第三个层级的蛋龟怎么样呢 这个层级的蛋龟啊,都是三位数的 墨西河蛋龟800家 果河尼龟700家 老虎尼龟450家 瓦哈卡尼龟400家 头盔尼龟300家 剃刀300家 白唇尼龟220家 射枪150家 这个层级的蛋龟价格虽然比起上一个层级便宜了不少 但也是长得很夸张的 其中剃刀从2020年前的100家 涨到了300家 翻了三倍 而果河从400家涨到了700家也是够狠的 最搞笑的是 万年清明小臭蛋射箱 竟然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从60家冲到了150家 这就有点穷凶极恶了好吗 要知道你这么长啊 是把低消费群体的龟友们赶尽杀绝 射箱这种龟都能炒上来 我是什么心情知道吗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惊悚片 更是搞笑品 我以前买过最便宜的射箱就20块钱 太好玩了 不过还好啊 我们还有一档 清明级的蛋龟 国产后面 这是杀出的一匹黑马呀 80块 这龟怎么样呢 那是要品枪没品枪 要抢掉没抢掉 基本上就是被资本放弃的失败品了 就差加个招牌了 80块买不了上榜 买不了吃亏 买的就是个寂寞难耐 我求你可怜可怜我 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对很多龟友们来说 2023年是困难的一年 因为从23年开始 让我们逐渐看清了现实 不仅是圈内的 还有圈外的 圈外的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经济下行 就业困难 工资降薪 消费降低 大家的日子觉得不那么飘逸了 钱没那么好赚了 大手大脚花钱的底气没那么足了 然而 让人费解的是 龟价却没有下跌 反而冲击着满满的恶意 竭尽所能的渴望榨取更多的利益 问题是这么长 还能持续多久呢 当所有的养贵人都消费不起的时候 这种琴台楼阁的价格 只能是有权人的游戏罢了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了